Hello,大家好,我是張老師,來鏘一下張老師 我們今天的主題啊,是講 兔、龍、跟蛇 三夜份的運勢 一樣喔,開宗名義,不要怪力亂神 不要怪力亂神,第二個不要迷信 我們等一下視頻的內容,純粹供大家 茶餘飯後聊天 參考的係數 它不是定數,我再講一遍 它不是定數,它只是參考係數而已 大家聽聽就好,不要太迷信 不要怪力亂神,不要相信什麼加持的東西 不要相信,來兔子 第一個,這一個兔子 二一年走什麼運 這一次兔子二一年走偏才相當好 也就是說二一年的兔子 男生很容易在事業上有斬獲 然後勒,然後勒,感情很容易跑出 比較多餘的桃花 女生一樣齁,女生一樣齁 女生要注意啊,你在整個二一年當中 二一年當中,很容易 很容易會有意外的桃花的收穫 要跟各位講 那如果屬兔的話,在二一年 哪一個年紀的兔最好 來 如果你是47歲還是59歲的兔子 100分 如果你是71歲的兔子 就要小心齁 三十五歲的兔子 平平啦 沒有什麼好壞 那你這隻兔子在二月份 走的是筆尖 三月份走的是正財 這個正財,這個財一直扯到事業 扯到男女關係 幾幾,屬兔的你農曆三月份的運勢不差哦 屬兔的哪你都一樣 感情的必有斬獲 薪水、錢的問題 也沒有太大的問題齁 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老師還是一樣齁 幫你們抽抽籤 幫你們抽抽籤 屬兔的年紀公布一下 23歲的不好 聽好 23歲 今年要小心 35歲 平 47歲 跟59歲的兔子 一百分一百分 七十一岁的兔子要小心 要注意身体 很要注意什么东西 一些意外雪光破财 一定要注意 来我们现在来看看兔子的后天运势 刚刚讲的是先天运 现在抽抽看后天运 来属兔的在辛丑年 辛丑这一年三月份的运势 来老天无口来借古博之口 老天无首借古博之手 来神之一首 好听来看这里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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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属兔的 这是你的卦 哇笋 这个笋不太好 听好在跟你讲什么叫笋 什么叫笋 笋就是会损失 四十一卦 如果你能够控制笋失 四十二卦叫义卦 那你现在抽的是笋 属兔的在跟你讲 虽然你今年走偏财 勿贪心 在农历三业你不是走偏财 你走正财 也就是说跟你讲 整个大运对你来讲偏财 但是小运每个月的运跟你讲正财 也就是说你安分守己 会比不安分守己好很多 钱会赚得更多 听好人不是在争一时一刻 人在争千秋 听好不要争气强 要争气长 好这个兔子跟你讲到这里 来 现在来再呛一下讲到这个龙 每次讲到龙都要跟他敲一下 这一只龙上辈子贵族 贵族投胎 身上一样带着剩余的傲气 一身傲骨 这一只龙非常骄傲 来属龙的二一年走劫财 劫财又来了太好了劫财 劫财劫色 现在劫财是这样子 你要劫他人之财 或是被他人劫财 要注意看 如果你是34岁的龙 46岁的龙 恭喜你 恭喜什么 你可以劫他人之财 到哪里有人请吃饭 请喝酒 又不用配 这是100分 懂不懂 100分 那如果你是58岁的 58岁的龙 还是70岁的龙 就要很小心 人在家中做 劫财从天上来 突然你们家里不知道什么人 又交通违规 又超速 又闯红灯 房都不胜房 还是忘了去缴一张账单 被人家罚款 这个都要注意 属龙的男生女生 你在农历的二月份正观 农历的三月份走笔尖 这个笔尖有什么好 笔尖笔尖榜 天生不愿输 不想输 不服输 天生有自知之明 自知心特别强 自信心特别强 很喜欢独立作战 不喜欢协同作战 所以如果你是搞创意的 设计的 研发趋势 创意的 还有一些 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具体图腾的 都非常非常的好 你在这个月 如果你是做广告的 产品的行销 我跟你讲 属龙的农历三月份 你可以发光发亮 你有机会可以成大工 立大业 做大师赚大钱 100分 非常非常好 一样的 一样的来 属龙的 我们抽一支签 属龙的来 属龙我刚给你讲 有几个岁 如果你是三四的龙 四六的龙 一百分 如果你是五八的龙 平平的 七十岁的龙就要小心 七十岁的龙要小心 来 现在来抽一支签 给属龙的 老天五口来 借骨膊之口 老天五手 借骨膊之手 来 好这里 属龙的 来 这一支是你的挂 什么挂 龙挂 来 大挂 你看 大挂 二十八大挂 小心哦 这个大挂是怎么样 折峰大挂 属龙的 你要小心啊 这个大挂挂 再给你讲一个建筑物 上面屋顶地下室都坏掉了 为什么没有挂 因为它中间的组织非常好 所以属龙的来给你讲 你的内在非常好 但是外面下面都坏掉了 这个挂有没有救 有 如果你要补救的话 成功机率百分之六十六点六六 失败的机率百分之三三点三三 再跟你讲 凡事适可而止 凡事适可而止 你不愿输 不想输 不服输 有时候人生会碰到什么 无常 无奈 无能 无力 懂不懂 无常不可怕 就走了嘛 最怕无奈 你有心向明夜 谁知明夜照构起 很无奈 三生无奈 再过来 无能 无力 你看很多穷人 都穷得要去卖小孩了 你能怎样 当然卖小孩是犯法 不可以卖 老师打个鼻翼 你又没钱帮他 只能够喊着眼泪 什么都不能做 这叫做无能 又无力 你想要爬到一个山上去 根本没有力量 所以这种东西叫你要节制 不然很容易有大过的事情发生 来看看这一只蛇 简称小龙 行业特殊不要讲这个字 一定要讲小龙 切记 如果你在一只眼空间上班 酒店的啦 还有警察局 刑事警察单位的啦 稍微有扯到人 来吃饭的地方 尽量不要讲到这个字 切记 行有行规 尽量点三车 这一时还没太好 很容易有纠纷 争执 argument 或comfit的发生 一定要变成 这叫小龙 小龙在21年走三关 哎呀老师最喜欢三关 敢食花间泪 恨别鸟金星 三关的人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很喜欢挑战体制 挑战权威 为什么他敢 因为能力不错 因为男生帅 女生漂亮 那你 你既然那么帅 那么漂亮 又有能力 你可不可以个性 不要这么冲 那不是100分吗 perfect吗 你就是要节制嘛 懂不懂 如果你是属小龙的 哪几个岁数比较 来先讲一下 打开眼睛看一看 来 如果你是45岁的 57岁的 100分 如果你是69岁的 很糟糕 69岁要注意 如果你是33岁 平平 33岁平平 21岁也不太好 21岁可能还在读书 还在大学 要注意 21岁的小龙 69岁的老 小龙 一样 69岁的 要特别的注意不好 最好的是45岁跟57岁 那一样 因为你们在农历三月份走的是石神 石神是这样子啦 石神他可以泄秀 那石神泄秀不得了 听好 石神泄秀是不得了 听好 什么叫山官泄秀 什么叫石神泄秀 什么叫山官土秀 什么叫做石神土秀 比如说台面上这些人物都是山官 在那边念 讲一些政策发表 其实最厉害是 后面那个帮他 你搞那一个人 比如说 某个人要讲话 后面有人第一张稿子 他要照念 等于山官是一个傀儡 反而石神才是老大 才是master 因为他给你什么 念什么 关于你这个问题 是这样子 从我们blah blah blah 就讲一堆嘛 所以你资料错误 他就会讲错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好来 十神俗土秀 比山官土秀更厉害 不过要看整个八字结构 不能够一言以蔽之 来 看看 小龙 你在农历 三月份的印试 来 现在已而未明 贾尔泰式有藏 即西告我 胸眼其哉 即出即挂 胸出胸挂 好来 这个字 来 这什么挂 来 看下来 想后钻 哎呀 更挂 更为山 这个很好哦 这个更挂 在跟你讲什么 内顺 外顺 你这个月份可以卸秀 三月可以卸秀 而且非常扎实 这个更挂是讲山 是讲土 扎扎实实 扎扎实实的挂 叫做内顺 外顺 要风有风 要语有语 叫风风来 叫鬼鬼字 这个挂 非常非常好 一百分 但是 一百分当中 还是有几个 哪一个岁数要注意 21岁要注意 69岁要注意 那33岁是平平的 最好是45岁跟57岁 一样喜欢老师视频 按赞 分享 或加入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老师 有带子上去 都会通知你们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拜拜 拜拜